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王子东 今天是6月5号礼拜一 如果你光看加权指数 你会认为 哎呦老师今天开高走低 但是我们就以今日的行情来解读 今天的涨加速 不管是上市还是上跪 都是涨加速多于跌加速 今天上市涨860加 跌335加 上跪也一样 比例大约是2比1 涨630加 跌350加 所以今天整体来看 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多方结构 但是这里你必须要留意 顺便对照一下我们的测标 上个礼拜五我有讲了 我说最近我们代会员 在执行一个财富翻倍计划 第一阶段 短短一个多月已经达标了 因为靠着这些个股了 那我说今天我们是稍微把数字 做一下修改 今天的行情发生什么 我们就如实交代 上个礼拜五六月二号 我说恭喜会员 甚至恭喜看电视的观众朋友 这段期间我们操作绿能 操作除能相关概念股 你找片市场上面 应该没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 上个礼拜五六月二号 1519的华城 帐上获利58% 清清楚楚的交代 上个礼拜五涨停板 那这一段我们就各个面向 跟你分析这一档股票 1519的华城 首先来5月11号修正 连三黑 拉回打到我们的强弱线 价格刚好来到100块 观察一下它的基本面 那1519的华城 我相信投资人应该都很清楚 它是台电强韧电网计划的 个股之一 1519的华城 我甚至有跟投资人介绍过 我说我没有看过 来我们的强任电网计划 资金到达这个规模的 因为你翻遍了 我们台湾 最大的建案 应该叫做十大建设 当时拨款2000亿 2000亿而已 来结果你现在看 我们台电的十年电网强任计划 拨款5000亿 比十大建设的经费还要再更多一倍 所以你要不要找相关的供应链 当然要 这是未来三年到五年 如果你要做台股的话 可以称之为送分题的族群 所以修正拉回 来到一个好价位 我是不是直接在社群平台 在电视跟所有的投资人 说微微一笑很滑成 你买进了 我相信最后你一定是大笑的 来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笑得很开心 当然有 来1519的滑成 那我有讲 他除了是台电强任电网计划的 个股之一 他目前为止也在打世界杯 跟麦拉伦合作 发展充电桩 所以我说他有三倍的成长空间 基本上不是很过分 那上个礼拜五 有些人会认为说 老师 你操作这个族群 准到你连上个礼拜五 你知道说南科这个部分 会跳电这件事情 你都晓得 但是我说 我说这一个族群 除能相关族群 不是因为这个事件而上涨 我也没有这么厉害 还有办法操作股票 连台湾地区 哪一个变电站 哪一个变电所 会发生故障 会发生跳电 我都能预测到 想也知道不是这个原因 是因为上个礼拜 大家看到说 南科是不是会跳电 大家才终于想起来 这段期间除了AI 除了伺服器相关概念股之外 我们台湾本土的上市柜公司 还有很多好公司等着你 是大家想起这件事情 不然小小的一个变电站 停电六分钟 是不可能拉动这些个股的 是不可能拉动一档个股 从年初涨到现在 已经快要第三季了 所以我们带你去买进这档个股 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产业面 原因是因为看到趋势面 不是乱作一通 今天我们稍微修正一下 我们的目前的帐上获利 我们也改 上个礼拜五清清楚楚的告诉你 帐上获利58% 他今天有没有涨 他今天没涨 不是一个产业 不是一档股票没涨 我们就不讲 我们还是跟你分析 因为趋势跟产业 不会因为一天两天而有所改变 也不会因为一个变电站故障 就有所改变 所以今天来上个礼拜五 帐上获利58% 不好意思 今天扣1%回来 目前围着你的获利是57% 请问你是不是仍然是市场 上面最大的赢家 你是不是仍然大笑 这档股票这个族群没有问题 那投资人可能会想问 老师那为什么今天华城 由平盘之上 后面打到平盘之下 找盘不是还很凶吗 来 我说你要把每一个面向 都考虑得清清楚楚 除了华城之外 来 我们也要修改另外一档的帐上获利 上个礼拜五来 第二档 2206的三洋工业 上个礼拜五我是不是跟你讲 波段获利50%已经达标了 而且超过了 华城我们调整嘛 三洋工业也要调整 那这段期间我跟投资人讲 三洋工业 我是怎么讲的 这一档更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投资人 你手上可能没有这一档 当初五月二号的时候 我们还特别拍特别节目 跟投资人讲 我说你要去注意这一档股票 第一个 你背后要对产业面非常的熟悉 第一个 他现在也在打国际杯 他做的是电动机车 第一个 国际杯已经往越南 往印尼市场去发展了 那这几个国家 在发展电动机车 规模是我们台湾的 20倍到50倍之间 那三洋工业 大概是这一两年 投资人知道 要把它归类为 绿能相关概念股 因为它底下的上洋资产 持有农林27% 这段期间 大家都在讨论 接下来要成立的 探权交易平台 农林就是我们台湾 最大的造林的上市公司 这样子一清二楚 好 那我说为什么 你不会持有这一档股票 大部分的人会说 三洋不就是卖机车 那个三洋 怎么会是波段 怎么会是未来的趋势呢 大家不会这么想 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要特别注明 特别还要拍节目 跟你讲5月2号 因为当初我们在讲 2206三洋工业 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来 4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 我称之为 毛毛虫形态 这个地方我们稍微 再放大一点 来 这一个毛毛虫 来 这一根黑K 十根黑K 是他的身体 那这些上影线 就是他的腿 所以当时我们特别节目 讲说他有十腿毛虫 你看到这个形态 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是受不了 先出了 为什么 这一档股票 先拉一波之后 后面陷入整理 整理的这十天 你每一天看到 这一档股票都有上影线 经过十个交易日 一般的投资人 是没有耐心的 而且一根你就被吓跑了 还十根上影线 但是我有讲过吗 我说这种形态 除非你的精力很资深 不然你不会知道 阻力在想什么 连续洗了十次 骨架都还撑在平台之上 把散户全部洗光 表示后面有的是大行情 阻力才会在这个地方 花了十天做这样的事情 后面是不是如我们的分析 如我们的规划 来5月2号 跟你分析这种K线的组合之后 到今天上个礼拜 我们是不是特别还出来讲 5月31号 帐上获利47% 准备要达标了 是不是这样子讲 准备实现波段获利50% 结果上个礼拜 涨停板 48%再加上10% 涨上获利58% 上个礼拜五 我们是这样子跟你讲的 今天来2206这一档股票 今天再涨2% 所以我们都是如实的交代 麻烦把这2%加上去 58%加2% 多少 60% 没有任何的含糊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 我们财富翻倍计划 第一阶段已经达标了 就是靠着这一段我们的操作 但是你可能会想 老师你说第二阶段要启动了 是哪些个股 以及未来的方向跟行情在哪里 你想知道对不对 我先跟你讲 首先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第一阶段达标 我相信我暗示的够清楚了 那第二阶段 一定不会是这些个股 因为长高了要休息 我们准备换股 我们准备轮动 操作下一个族群 下一档的标股 那你必须要注意到第一件事情 叫做时间 第一个 我们来研究一下加权指数现货 研究一下大盘的部分 你今天看到这张图 甚至你可以拿它来操作一下指数期货 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照实讲 今天6月5号 这一段期间我讲 其实大盘算很凶 凶到怎么样 目前为止 布林线的离差已经来到两倍了 正常来讲 过去你看过去两三个月 都是在一倍的布林线这个地方 做区间整理 然后缓步向上 但是现在今天6月5号 布林的离差已经来到两倍了 今天收16714代表什么 代表着接下来这一段期间 大盘的部分 做一个修正 良好的修正 正不正常 很正常 而且发生的几率是偏高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提醒投资人 我们就照实讲 行情我们怎么看 我们就如实的交代 往下你会发现 前一段期间 你站在多方 第一个 因为它下方的云带支撑很厚 代表着筹码很厚实 你往多方操作 主力在这个地方会帮你撑着 接下来这一段 势必最好的方式是 先进入一个修正 短线的修正整理 那这个地方 如果在第一档 主力在这个地方 再把筹码接回来 那你跟主力站在同一边 才是最佳的操作模式 这个地方我们也直接名讲 KD的K值 快值来到88 甚至我有跟你讲 我说我们操作的独门工具 看大盘的叫做腾若切线 那这个你不用上网去找 你找遍全市场 没人有这一套工具 腾若指标前段期间 我们有介绍过 它是统计 我们台北股市上涨的加速 和下跌的加速 它统计的单纯只有加速 不统计涨跌幅 统计加速有什么好处 就好像你去赌场 我相信大部分的一些赌徒 最不喜欢玩的应该是赌轮盘 单压一个数字 为什么 你虽然它的获胜 如果你获胜一把 赔率很高 但是正常来讲 我说专业的赌徒 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其实也不会 为什么因为你延续压个10把20把 你都没有中 你的资金就没了 所以你要求的第一件事情 应该是胜率 腾若切线再帮你统计这件事情 再告诉你你现在进场 你的胜率有多高 所以你最好等 加全指数现货的部分 同步进行一个修正 然后再做进场的动作 但是现在行情走得比较快 你也不用等太久 进行一个修正 我认为后面你再进行多方的操作 会是比较有利的 那上一次我们台股发生这样的状况 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不远了 在今年的二月 你看这一段 现货的部分也是 布林德里差来到两倍 那个时候大盘也算强了 当时是以盘待跌 修正过后怎么样 充保电我们再上 这是最漂亮的形态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加全指数现货的部分 来跟你带到个股 你说老师 三阳工业表现得不错 那1519的华城 今天为什么这样子走 第一个我相信背后的阻力 应该也看到目前为止 我们台北股市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 这些阻力 这些市场上面聪明的资金 那族群是不会变的 只是它从A股换成B股 你大概想知道 换成哪些个股 对不对 来 第一个 我说这个族群没有变 最早我们开始跟投资人切入的个股 是从去年的第三季 来导播稍微放大一点 1513的中心店 去年的9月 因为当时我们台湾的民众 已经知道2023年 我们会涨电价 所以你可以预先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当时中心店的价格在60块 现在你去看1513的中心店 还有这个价格吗 没有了嘛 股价已经翻倍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这个计划 因为我们研究产业面之后 我们发现 只要你去专注一些正规军 一些好股票 它是具有翻倍的实力的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都帮你研究过了 1513的中心店 60块买 当然你说报到现在 老师那是好久之前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讲股 我来跟你讲 这一段期间 除能相关概念股 发生什么事情 顺便你帮我们验证一下 来一个月之前 我在节目上跟投资人介绍这一档股票 那当然实际上就是我们带会员操作的股票 我有跟你讲过 很多产业你是不能单独拆开来看的 比如说除能 比如说电动车 基本上就跟充电桩做一个联系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跟你介绍华城 为什么它是波段 为什么华城 以前你认为 它就是做电线电缆的股 为什么它现在转型 成为台电强任电网计划的个股之一 为什么产业这么容易转型到充电桩 因为你不能单独看 一个月之前 我们在节目上跟投资人讲3016的见机 那你如果只是单纯的看电视 有买我也恭喜你 那你不是会员 你就很难紧紧的跟着这个脚步 为什么 因为到今天 来我们来看一下 当初5月3号73块钱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上面介绍 我说这档股票不错 红基底下的小金基 见机 你可以买 就不晓得你有没有 来 5月5号是我们拍 是我们录节目的时间 5月5号是73块钱 3046的见机 今天6月5号 今天华城 咻这样子 来1519的华城 今天是由上往下 看一下 所以资金是不是在做一个轮动 他由下往上 12点半的时候 我相信大部分的一般的散户 那个时候你可能正在吃午餐 工作到一半 有时间了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相信 如果你看到你的股票是上涨的 现在大部分的投资人越来越没耐心 因为可能是因为不知道行情后面的规划 甚至对产业的研究不深 那我说这个部分你放心的交给我 所以因为对产业研究不深 我的股票有赚钱 赶快先卖一趟 先赚点零用钱来花花 这是大部分散户的心态 所以这一段一定是阻力刻意去拉抬 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散户在卖的时间 所以阻力在做什么动作 在做的东西叫做把货接回来 这样子一清二楚 来今天3046这一档股票 今天创高突破平台 当初我什么时间跟你讲的 七字头的时候跟你讲 现在八字头要迈向九字头 今天最高价来到90.6 账上获利18% 好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这档股票 刚刚我们是不是在分析大盘 我说接下来大盘 我认为最完美的走势 应该是要先进行修正 你说老师修正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来你有两个动作 如果你是想要自己进行操作的 那你自己就必须比较辛苦 上一次我们讲大盘 我说来当时大盘二月的时候 进行一个修正以盘代叠 请问3046的剑机 如果你往回看 只是我们不喜欢讲股 当时我们就在开始跟你操作这些个股 二月的假期在53 大盘在修正的时候 请问个股是让你做什么动作的 让你跟主力做一样的动作 先买进 等到大盘修正完之后 你的个股会怎么样 喷出嘛 就这么简单 五月的时候 五月初的时候大盘表现得也不是很好 做什么用的 让你预先买进个股用的 现在大盘上来了 冲高了 这一档股票也创新高 你要做什么动作 就好像华晨一样 你要先做一趟获利了结 然后去把个股换进比较低档 主力在出货 相反的哪一些个股 主力在做一个进货的动作 你这样子就清清楚楚 如果你二月就跟上我们的脚步 53元的价区 你都不用动 报到今天 来 有没有离你心目中的财富翻倍计划 更往前靠近 我相信你看我们跟你讲这些个股 跟你讲实物的操作 我相信是有的 如果你现在是空手 或者你甚至还反手放空这些个股 那我讲 你可能是你对个股的判断是错的 你以为就电机股 你会认为只有一日两日的行情 所以今天我们上节目 就是要跟投资人讲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把一个产业一档好股票 人家明明是绝世好剑 你却当成菜刀切菜 赚个一根两根你就跑了 然后你发现手上你这些个股 你一档都没有 甚至还反手放空 那就可惜了 那节目的下个阶段 当然我们会继续跟投资人介绍 还有哪些好股票 中间我们先休息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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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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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哦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为什么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要跟投资人讲充电桩相关概念股呢 因为这几周你会发现 我们好像像是预言家一样 这段期间我们有讲 我说如果你现在统计全世界 电动车和充电桩的比例 现在全世界大概是十台电动车配一台充电桩 全世界都很急 我们台湾急 美国急 中国急 现在轮到澳洲急了 为什么急 比例太低了嘛 现在各国家都在打出说什么 1比1或者是1比2 也就是后面终极的规划 应该是一台电动车大概就要有一个充电桩 或者是两台电动车就要有一个充电桩 这样的比例基本上就好像是鱼帮水 水帮鱼 如果充电桩建制的比例更完善 当然就让我们这些一般的民众 更会想要去买电动车 甚至这段期间我有跟你讲 我说来 第一阶段 前几周我们把主力重心 放在AI相关概念股 我说这个很棒啊 因为伺服器的终极运用在哪里 前段期间我有跟投资人分享过 边缘运算这样的概念 就是以后再加伺服器 要往我们消费者靠近 如果黄仁勋把头脑的部分做好 边缘运算伺服器长也做好 那后面全自价 对我们而言就不再是梦想 会进入到实际的应用面 所以一档股票一档股票来 前段期间我们跟你操作 离AI最近的2376的技嘉 那这一档股票目前为止 我们仍然也是持有来 2376的技嘉 时间不太够我没办法讲 今天仍然创下新高 帐上获利45% 只是我们的测标字不够多 没办法打这么多上去 画面就这么宽 来一档一档的 8155的博字 5月19 你知道什么时候买 你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卖 前段期间过高在168 8155的博字 我是不是跟你讲买股票 我们当然等个股修正 大盘修正 绝佳的买点才会出现 来3032的尾讯 2421的见准 从来没有去放空它 需要去放空吗 你往多方做都来不及了 现在会做空的 只有一句话 酸葡萄 来 所以这些个股 你回过头 你发现你一档都没有的 财富倍增计划 第一阶段 我们已经达标了 第二阶段 我们正式启动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集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